大家好 欢迎来到普通话的查考圣经 它是每周一次用圣经答案来回答圣经问题的播客 我讲不会在这阐述自己的观点 而是教导圣经所说的 本周这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什么是诱惑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三章第四节说 罪是违背了神的法 经常的我们在布道或者文章中 做中讲它的结果 什么是对的 而忽视了讨论导致罪 它的开端 诱惑的认识 诱惑是你做坏事的诱惑物 或者怂恿你做坏事 注意诱惑本身它不是罪 但是如果我们顺从了它 它可以引导我们犯罪 不要因为诱惑不是有罪的 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考验一下自己 能面对多少的诱惑 而不犯罪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29到30节 耶稣教导我们逃避 和消除诱惑 这个特别的经文 不是教我们为了避免诱惑 而弄残自己的身体 而是告诉我们 应当尽我们所能去避免诱惑 为什么呢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得好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为什么要有意地把自己自身于 有可能受诱惑 违背神的这样的境地中呢 雅各告诉我们 诱惑可以带来患乐 见雅各书第一章二至四节 这是经常 这句话经常用来 错误地用来 先讲我们需要考验 我们的信念 看看我们可以坚持到哪一步 而不犯罪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看看圣经有关诱惑 以及罪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撒末尔记下十一章 十二章 十五到十八节 大卫由于八十八的诱惑而犯罪 这个诱惑带来了快乐吗 不 通过阅读我们知道 它带来的是通奸和罪后的磨杀 那么雅各说的诱惑带来快乐 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当诱惑被抵挡和战胜时 会带来快乐 耶稣也被试探 但没有犯罪 像我们一样 耶稣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诱惑 但他没有屈服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当我们受到诱惑时 我们不必犯罪 那么我们怎么做到面对诱惑不犯罪呢 我们可以祷告 建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 我们可以跟随耶稣所讲的重闻经文 建马太福音第四节 第四章一到十一节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次耶稣遭到诱惑时 他为了抵抗魔鬼 就引用了经文呢 经文是我们用于战胜罪的最好的武器 它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罪 还教导我们怎样去战胜罪 战胜诱惑可以引向快乐 屈服于诱惑引向的是悲伤 没有悔改的罪 引向的是毁灭 雅各也指出我们克服诱惑 神会给我们报场 进雅各书 第一章十二节 在这个世上 耶稣忍受了许多的诱惑 但是直到定十字架前 他都没有回到天国 他不能只做了一半 就早早地回到天家 他必须忍受所有的诱惑苦难 一旦他完成了 他就回到了天家 尽得荣耀 兼诗图形状第一章第九节 这也适用于我们 西伯来书第三章 第十二十五节中指出 我们只有在忍受了世上的生命 生活之后 包括苦难 才能享受到天国的报产 有些人可以忍受 比别人长一点多一点 然而每一个人 只要愿意支持 都是可以做到的 与耶稣不同的是 我们的人总是时不时地要犯罪 能够进入天国的人 是那些决定不在这种生活 愿意学习 在将来怎样去避免诱惑 避免犯罪 而不能进入天国的是那些 陷阱诱惑 不愿意思考 不在乎他们是好是坏 不愿意悔改 这样的人 最后雅各教导我们诱惑 他不是来对于神 就在雅各书 雅各书第一章 第十三十八节 人们喜欢因为所有的不幸 而抱怨神 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五节说 神是光 在他里面 绝没有黑暗 这仅仅是一些漂亮的言辞吗 或者神就是所说的那样呢 人们的反应是 圣经里有大量讲到 神用大洪水摧毁整个世界 他还给代给埃及人 十大瘟疫 他给以色列的只剩荒野里 流浪了四十年 很多次 他派遣军队 摧毁了一个有一个民族 这些所说的确实都发生过 但在所有这些事中 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点 就是罪 大洪水的灾难 就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行恶 违背了神的意志 埃及的十大瘟疫 是因为法老铁了心 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四十年的荒野生活 是因为那一代人犯下了罪 他们不能进入应许的土地 他派遣一个军队 和一个民族 去消灭另外一个民族 是因为他们抛弃了神 神不是因为记仇 神不是因为记仇和邪恶 而去做这些 他做这些 是要惩罚那些 做邪恶事的人或者民族 圣经教导我们 神是善 他总是在做善事 他已做的事 都是善事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他派了他唯一的儿子 因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虽然我们不配 但神爱我们 还是以耶稣的牺牲 拯救我们 所以不要说 我们受诱惑是神的错 诱惑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要忍受 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罪的世界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承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是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 教你们能忍受得住 神给我们能力和指导 只要我们去做 我们就可以忍受和战胜 这些诱惑 到达神所应许的天家 与他在一起 关于救赎圣经说 只有一位能救我们 将使徒行传 第四章十二节 你有没有顺从神 做圣经所所要求的事情呢 如果你做到了 那为了能得到去天堂的许可 继续做下去 如果还没有 多人多的兄弟们 非常愿意帮助你 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 成为基督徒 和你一起学习圣经 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 使您能听到神的话语 进而相信他 服从他 如果你愿意我们的帮助 可以发电邮 预约一个个人学习时间 请发email到 Toronto East End Church of Christ 学习时间是在你方便的时候 学习的内容仅仅是圣经 我仅代表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播客 如果想获得免费的 在线圣经学习材料 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astendchurch.org 在这个网站 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播客 以及我们的 事奉礼拜 及时的网络直播的链接 如果你有任何的 关于本集播客 或其他播客的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留下评论 或者给我们发email 地址是 TorontoEast End Church of Christ at gmail.com 请加入我们的圣经学习和侍奉 如主愿意 在下一集我们继续讨论 神的道理和其他的主题 再见 祝你今天过得很棒